弟兄姐妹平安 一路开过来非常美的风景 教会坐落在非常美的地方 然后呢 昨天我们也去了 唐宠荣牧师的布道会 有多少人去了 我看到你们教会也有不少人 对 很高兴 信心是我们人生每时每刻都要用到的 没有人说 我没有信心 你没有一点信心的话 你这个人生没法活 你打开这瓶水 你怎么知道里头没有毒呢 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 我相信这个牧师给我这一瓶水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这个厂商也应该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所以信心是每天 每时每刻我们人需要用上的 信仰更是这样 但是基督的信仰里头所讲的 相信跟人一般来讲的信心 有非常多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但是很多的牧道友 他们常常的错误就在这个上面 他把一般的相信的这个概念 挪用到对基督信仰的这个上面 犯了极大的错误 所以他一直在那个地方打撞 出不来 他不理解基督教里头讲的相信 他的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愿意接着一点时间 跟大家一同从圣经里头 找出基督教相信的 他的核心的要素 他真正的那个真理是在哪里 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 然后帮助弟兄姐妹 也帮助牧道的朋友 走上一个真正相信的这个道路 我们昨天教会组织了 租了三辆大school bus去 我们当时要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 几个月以前我们就开始筹备 大家的信心不是很足 我们只说租一辆bus 一辆school bus可以坐多少人 坐50到55个 他说现在来的学生不多了 我们要组织去听不到会 但是顺便组织波士顿一日游 学生刚刚来 波士顿没去过 我们要带着他们游自由之路 看波士顿那个 大家有没有去过波士顿那个新建的那个区 在Sea Port那边 四十几栋高楼 在十年之内 尤其是疫情期间 全新的building 哇资本主义没有糊朽下去 他还在建设 我们要带他们去看这些波士顿的历史 结果发现报名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就说租第二辆车 到了最后 还有十天的时间 还有人增加来报名 所以我们最后租了三辆车 昨天坐得满满的 去了一百二十多人 问题是 上一个礼拜 我们就开始盯着那个天气 一直下雨 波士顿还有风暴 还有那个叫什么 Tornado 不 有一个什么 对 他们着急的不得了 长老要不要Plan B 我说不要 他说 哇 万一我们去到那边下雨怎么办 连老人公寓来了十二个 都是六七十岁的 住在我们教会边上老人公寓 他们也要去 我们说你能走那么多路吗 我们九点钟出发 一直到晚上七点钟才回来的 他说没关系 我们祷告 他要跟着去 结果这么大的台风跟这个雨怎么办 所以呢 我没有Plan B 我们走之前 这一百多号人在教会里头 等着巴士来了 我们就祷告 让牧师祷告 我也祷告 结果我们祷告是什么呢 去到那个地方 就没有雨了 现在在下 但是我们去到那里 就没雨 我们第一站是那个 Convention Center 我们下车就没雨 我就要祷告 哇那些木道友心里低估啊 这是后来他跟我讲 你们这些人也太大胆了 你们这个神这么厉害啊 你祷告 天气一暴说要下 下到这个十二点 我说我们九点多出发 到那边是十点 十点半不到 你就停了 结果车子到了那里 真的没雨了 他们就说 哎呀 真是厉害啊 你们的祷告 他们心想是碰巧 然后我们就开始走了 就在那里游玩 游玩的时候呢 风很大 他说长老啊 你刚才忘了祷告 没有风啊 所以风还是有的 雨是没了啊 所以感谢主 信心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头 随时要用到 但是人间的罪恶 让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靠 这个信义都破坏掉 不是吗 现在电话诈骗 网络诈骗 我一天上班开在路上 有一个电话来了 我一看 南非来的 南非电话 然后呢 他就讲 先生你是叫什么 名字没有 然后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案件 可能跟你有点关系 想跟你了解一下 我说我挺忙的 没空跟你讲 他说你有多忙 我说我有两份工作 他说两份工作 是什么工作 我说第一份 我是在白宫做参谋 我第二份呢 是中南海的这个参谋 我两个参谋工作 他一听到我这样讲 就把电话放下了 诈骗电话 无处不在 我认识的朋友 居然上当的 真的是这样 他说他是杭州公安局打来的 所以这个信心的问题啊 是我们 不管是对信仰 我们要搞清楚 什么是真的信 同时呢 也要了解到 人间之所以没有信任 是因着人的罪的问题 玷污了整个这个世界 做生意也没有可以相信的 做这个任何的交往的东西 人与人之间都受到破坏 我最近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是在一年半以前 转到一个 一个新的starting up company 这个公司呢 把我拉过去 然后呢 我说你interview的时候 我就问他 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 他们还没有融资 还没有到位 但是呢 要凭着信心走上这条路 然后呢 他要请我去 跟他们develop他们的那个 我是做这个肿瘤药物开发的 我是做动物模型的 你所有的药 你没有动物模型 你是FDA不会批准的 所以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他就那个CEO跟我讲 他说我们追求的这个新的药 是一个细胞 是用T细胞 这是免疫治疗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一阵打下去 肿瘤消失 我心里想 哇你吹牛啊 一阵打下去 我做了二十几年的药 没见过这样 一阵打下去 肿瘤就消失 他要求是这样 那我心里想 你的原理是什么 他就跟我解释很多 诶 是否有道理 因为我在原来的那个 Novales大公司里头呢 我们把欧洲 一个小公司买下来 他们做的药 就是一阵打下去 这个病就好了 价钱呢 投资人不喜欢啊 你打一阵 你下面没有打了 你怎么赚钱呢 那那个药 全世界人类历史到今天为止 那是最贵的一个药 你知道是多少吗 我们一阵打下去 charge病人250万美金 2.5 million 谁付这个钱 病人付得起吗 保险公司付得起吗 保险公司不愿意付 现在到目前为止 都是病人 要通过一些慈善的机构 来付这个钱 那好不容易 我找到了这个新的公司去 又要develop这种 一针打下去就好了 那你有没有信心啊 所以当我在设计 第一批实验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argue 我说至少 你要给我打两针 那个CEO就说 哎呀 没有必要 我说你不给我打两针 我就不来你公司了 他就说 好 你就做吧 我就设计了两个实验 头一次 两个实验 我是打两针的 到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多疑 真的就一针 所以我到现在做 我们的药 明年 这个礼拜再庆祝 我们准备明年 要到人体去了 非常快的速度 这个药 在我的模型上 打一针 总流完全消失 你信吗 你信吗 但是我告诉你 美国的FDA 美国做临床实验 是全世界最严格的 我相信这个可以work 但是未来不知的事情 它会有毒性 产生毒性非常大 因为我在别的公司的时候 发现它的毒性 也是一针打下去 可是在猴子 身上做毒理实验 一针打下去 它六个小时就死了 自然没有那么简单 人需要信心 但是这个信仰 所需要的信心 是我们平常 对科学的信靠 对人的信靠 对政治家的信靠 对人类制度的信靠 我们的信仰的信靠 是跟那个不一样 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一点点来慢慢讲 要对着哪里 我有信心 去年出了一本 全球畅销的书 到2030年 今年是多少年 23年 2030年 作者是剑桥 跟美国 U-Pen的一个教授 他出了这本书 全世界在流行 也是参销书之一 他讲啊 人类社会全球发展 到2030年的时候呢 大概会有这八个 重大的改变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 要了解这个世界 往前的发展 我们要应对 尤其是年轻人 你在寻找工作等等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今天不是我讲的重点 你不要管他 总之每年都会有新的变化 对不对 但是你相不相信他呢 比如说 他里头讲到一个AI的问题 AI将会是未来 发展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重点 AI出来 我马上就注册了他的网站 这个上了 注册了一个看 里面有多少人有这个看呢 没多少人啊 都上去 退休的也可以上去 玩一玩挺好玩的 我问他 我说你相不相信耶稣 我第一个问问他 那个computer很快就打出来 他说我是 这个智能啊 人 我没有宗教信仰 我说文化大革命 好还是不好 他说有人说好 有人说不好 我说你给我写一个爱情诗 诗歌 一大创 很押韵的诗歌 像古文一样 用中文写 我让他用中文 我用中文问他 他就用中文 然后呢 我在工作上 有一次就感觉到 他非常重要 我们上午开一个会 然后我present了一些data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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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VP就指导 我的那些data 他说你有没有经过 这个统计学的 分析 因为他那个variation 很大 你知道这个是 可不可能是系统误差产生的 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算 他说 我promise他 我说我明天会给你们算好 结果会开完了以后 我坐在办公室的时候 我一算 我不是手边有AI吗 我就把我的数字输进去 我就叫那个AI说 我要算 这里头的一系列数字里头 有哪个数字 是可能是系统误差 产生的这种 大的这种变化 一打进去 两秒钟都不用 我要自己去算 以前啊 要算很复杂的 一步一步算 他两秒钟就给我算出来 所以我马上就把这个数字 就送出去了 哇 他们那些头啊 哇这么快 AI很好用啊 把它放到这个 你的日常的生活里头 我的意思是什么 作为神的儿女 作为基督徒 活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不信神的人 常常误导 认为我们基督徒啊 就是一群没有文化的人 落后的 然后呢意志不够坚强的 你这个现代21世纪了 还讲什么神啊鬼啊 然后呢 你意志不够坚强 你才要找一个精神的支柱嘛 当一个拐杖 对不对 还有中美关系那么复杂 你们来这里信洋人的宗教 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历史 常常是这样讲 是不是中国 其实我跟你讲啊 我讲一句话 你想不通的脑子抓不过来 我问你爱不爱国 就是我说爱国的 我说你爱国 你爱清朝吗 你爱清朝吗 他说清朝不是我的国 不是你的国 你怎么有5000年的历史 所以你爱这个国 你说我有5000年的历史 意思就是说什么 从very beginning的中华 我们中华 中国人的 我们自称是什么 什么是我们的祖先 盐华嘛 那你至少要推到盐华 那是多少千年以前了 所以你爱那个国 你是承认这个历史的话 那岂不是你非要爱这个清朝吗 我来美国的时候 就有美国的学生挑战我 你爱不爱清朝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看看你们怎么回答 今天不是这个终点 你信谁的 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这样 我们人常常把科学 摆在最高的位置 科学证明是对的 我就相信 假如一个领导干部 被人家说 你这个决定是不科学 你完蛋了 对不对 你不科学 所以好像科学是唯一的标准 我们在社会上 也会遇到很多新的思潮 哲学的观点 思想 主义 各种各样的东西 会影响到我们做决定 台海会不会打仗 台湾跟中国会不会有仪仗 我看有人点头 有人摇头 我跟你分析一下 看到到底是怎么样 你相信谁的 我们受一些所谓的学者和伟人的影响 非常的厉害 看这个人 照片 知道这个人吗 认不出来 但是他写的书 Crash 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冲突 有没有听过这本书 1996年 他出了这本书我就买了 他是哈佛大学政治 这个肯迪迪政治学院的一个教授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 他的理论 他的这本书对全球 在外交或者全球的国际关系上面 这本书起到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 他这本书里头讲什么东西呢 他说人类很长一段时间 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脱离不了各自文明 所代表的文明的之间的冲突 他把整个世界化成九大文明的群体 基督教是一个欧洲很多国家都是基督教 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主体 然后还有什么 伊斯兰教 现在伊斯兰教非常的厉害 昨天我们听那个报道会 唐宠荣牧师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印尼 印尼是什么 全世界回教最大的一个国家 他们的国家有三亿人啊 所以 你要理解上帝为什么那么大的祝福 在他们教会 他要建22个未来新扩建的教会 基督教要在一个全球最大的 回教国家里头 扩展 神的旨意啊 我们相信的这位神是唯一的真神 所以文明与文明之间 他教文明了 就是这种文化宗教 这种背景所产生的 还有什么 还有佛教 世界上有很多佛教文化 还有什么 还有中间那个红红的 还有包括底下边上的 韩国 还有越南 这些都归为 这个教授归为叫中华文化 叫Synic 他把它归在这里头 这些代表的不同的文明 还有一个很大的 中国的上面那个是什么 是东正教 以俄罗斯 这个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些文明 所以九大的文明 他说啊 未来的世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 人类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就是以这些作为代表 产生的冲突 哇 东正教 跟基督教有多少差别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从信仰的角度 可是呢 他后面的这个斯拉夫民族 他就会有产生 影响 所以他的这个理论出来的以后呢 有一个人跟他唱对台戏 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 是他的学生 坐同一个办公室 用他的研究基金 他搞出来 他又写了一本书 跟这个导师跟师傅 完全唱反调 他出的这本书叫做什么 历史的终结 有没有 这两个师徒 挺好玩的 你跟我 你吃我的 用我的 用我的基金 你却得出一个跟我相反的结论 他说 不对 老师 你说这个冲突一直存在 我的研究结果呢 世界走向大同 为什么呢 民主的发展 宪政制度 会让全世界 所有的国家 最终都走到同一个路子上 人类最终 会走向什么 民主 宪政的一个这样的社会体系 走向统一 冲突减少 有意思吧 你听哪一个 一个说不断地会有冲突 另外一个说走向大同 911发现 出现以后 全世界的研究人都偏向于谁啊 偏向于Samuel Huntington 因为看到这种 这种冲突 请思考 俄罗斯 是斯拉夫民族 他是一个什么 是什么宗教背景 东正教 当普京上台的时候 他第一个做的事 就是像当时的克林顿总统 说我们要申请加入什么 北约 这是历史记在那里的 他说我们 共产主义制度破产了 苏联解体了 我们呢开始走民主的道路了 我们自由经济了 放弃计划经济了 你看这个跟你们西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申请怎么样 要加入欧洲 欧洲最大的联盟 北约 以他对应的是什么 北约跟什么 华约 北约华约都是军事组织的 是在冷战的时候两个极大的对抗 苏联解体 北约 华约就消亡了 然后他的总统要申请加入北约 当时怎么样 西方的人接纳他吗 没门 一直拒绝 现在怎么样 在乌克兰怎么样 都打起来了 这个是这么微小差别的文明的差别 导致这样大的一个战争 所以大家都偏向于 Samuel Huntington了 假如中华文化 跟别的文化有冲突的话 按照Samuel Huntington的理论 台海会不会打 台积电要不要搬家 你们去想 我没有结论 所以 你相信谁的 在这个时代 有各式各样的理论 学者为我们指明 前面好像研究 他们要吃这个饭 但是呢 你到底相信谁的 这个是我们日常里头 影响到整个国际形势 那信仰呢 接下去开始讲重要的问题了 人间有很多的一些基本的理论 其中有一个理论 你们有没有听过 叫做二八理论 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二八理论 我们所有的人都活在这种理论的底下 这个是泛之四海而接着 什么叫二八理论 二八理论 就是说世界上 讲如果有些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人群里头 全人类群体里头 大概有二成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的人呢 很容易去接受 去消化 去理解 然后做出判断 另外百分之八十呢 你问他什么事情 他根本不知道的 他不会理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二八理论 一个新的东西起来 比如说AI AI将来会不会取代人类 他的智商会超过 人工智能会不会超过 人类的智商 这个二八理论 看看你这里也是 没有几个取手的 百分之二十 对不对 大概二八理论是很多的 这个历史也好 在研究历史 社会学 政治学 都是符合的 二八理论 很有意思的 那么呢 这个三D呢 原理呢 是我造出来的 我总结的 但是一定会有错 你没关系 你慢慢听我讲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提出批评 假如你觉得有道理 我也期待只有百分之 就是二八理论 大概有一些人说 可能会思考 我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呢 你知道基督教的神学里头 有一个很大很大 或者说最大的 跟别的宗教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三维一体 这个人类社会里头 没有任何别的宗教 讲到三维一体的 一位神 但是他分三个方面 哪三位啊 圣什么 圣父 圣子 圣礼 三维一体 你看有个三 耶稣死了以后 多少天复活 三天复活 所以这个三呢 好像 挺popular的 自然界水有几个态 三个态 哪三态 分子师都是H2O 对 它有哪三态 固体是冰嘛 气体还有呢 液体三态 三角形 稳定 这是很基本的道理 一个人跑到大树林里头 天然的 这个大的自然界的 这个树林里头 没什么人去的 这个地方 你只要看到 有三根木头 连在一起的 绑住的 你就知道 这个是什么 是谁做的 是动物还是蚂蚁 还是谁做的 一定是有人在里面 后面 只有人类 才会在 这个jungle里头 会搭一个三角形的东西 因为只有人类 懂得这个 三角形是吧 最稳定 很有意思的 你看到三角形 你要把枪拔出来了 因为你不知道 里头藏的人没有 对不对 你砸七砸八的木头 搭在一起 没关系 大蚂蚁 做窝 风 没关系 没有危险 你看到有三角形的东西 这边又有三角形 你赶快把枪拔出来 三角形 老子 咱们中国的先贤 孔子 老子 老子姓什么的 老子姓什么 姓老 老子姓什么的 姓李的 但是这个李也是猜的 是真的 不像孔子 出生年月 家庭 老家在哪里都很清楚 父母叫什么 老婆是怎么样 长得最丑的 但是呢 老子是一个很玄乎的东西 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他写了这个道德经 他里头其中有一句话说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你看 这个三啊 就是到他一个临界点 他就会爆发出来 心理的分析 现代心理学的那个 这个弗洛伊德 他创立了现代的这个心理学 心理分析的这个里头 讲到一个人 你比如说我这个人 我叫梁静生 然后呢 整个大概多老 什么样子 男的 什么性格 大概你是 这个看到这个 叫做什么 ID 就是本我 看到一个人 他有三种面 三个层面 第一个 你看到外表的东西 这个叫ID 中文翻译叫本我 就是你不是填表吗 你上网 你的ID是什么 就这个概念 你这个本我 你有收收secure number 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 你是哪个学校的教授 这个ID 但是呢 一个人 他的内心 他的真正 更深层次以后呢 你不一定了解的 对不对 所以你了解的梁静生 跟我太太了解的梁静生 那差别很大的哦 所以呢 那个叫自我 叫ego 从ID变成ego 这个ego呢 包括什么 你的情绪 你的知识 你魂的层面 你的IQ EQ 对不对 你的性格 你的脾气 等等等等等等 就比这个ID啊 要深层次一点 很可惜 人只是 活在大概 这两个层面 弗洛伊德 告诉我们 除了这两个 ID ego之外 还有一个 更深层次的 叫做 super super ego 超 超我 这个超我呢 他的结论是说 这个超我 是这个人 他的终极关怀 他的宗教情怀 宗教信仰 奠定了 这个人的 super ego 所以一个人 你要了解他 你要追缩他 真正最深层次的 那个呢 叫做 super ego 这个super ego呢 一定跟你的信仰 有关系 你说我啥都不信 啥都不信 你就是那个啥都不信 你啥都不信 你这一辈子 所采取的生活的态度 跟最终的决定 他讲到 他说就是你死亡的时候 你意识到你是 什么是作为你的基础 人要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信 不信的那个 你就什么都不是 你就带着恐惧的 走完这一生 然后最后不是你决定 然后可能就到地狱去了 这个就是 心理分析里头 就是一个人 他也有三个深层次 又是三 三低 政治上也有三 美国是什么 三权分立 哪三权 住在这里几十年了 作为美国公民 美国三权分立是哪三权 白宫是属于哪个 行政 国会呢 国会有两个部分 参议员 你来美国留学 你至少这些东西要懂一点吧 对不对 所以三权分立 孙中山搞什么 三民族主义 其实他后来又加了两个 孙中山 中山庄啊 是几个口袋 中山庄是 孙中山发明的 这两个 这边下里面两个 怎么 四个口袋 他说 五权分立 他这里头还有一个 他说这个呢 这个监察会啊 这个做 做 这个 控制你们这几个 就是说 可以独立的去调查你的 所以呢 这个你看 政治又是三 讲意见啊 你讨论的时候 开会啊 我用了这个原则 我是这样 比如说 老板突然间来 跟你讨论一些 research的project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他来一问我 你有什么意见 我还没有思考好 我说 至少 我们要从以下三个方面 来看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一个还没想好 但是我一定迫使我用三D原理 讲三个方面 你把三个方面都讲了 没得讲 你要憋出来一点 讲完以后呢 他就觉得 你这个人 真是深思熟虑 知识面又不错 对 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要讲三个方面 所以懂了吗 三D里了 下次 老婆要跟你征求意见 老婆要买一个很好的包包 你说我有三个方向 看这个东西 要买不要买 所有的东西 三D 好不好 用这样的一种 人生的一个东西 下面接着 我们要把这三D原理 用在圣经上面 探讨信仰 读圣经 有很多的困难 特别是刚刚信主的人 一读就读不下去 我打开圣经第一章第一节 in the beginning 就讲到这个 起初神 创造天地 我说我是学科学的 怎么相信你这个神 创造的呢 就读不下去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读到新约的时候 一打开没多久 就被保罗骂了 我们都是罪人 哎呦 我好不容易逃离文化大革命 跑到美国 你又说我是罪人 所以很多东西 解经 要有一个三个原则 三D原理 第一个 任何的经文 圣经里头 它任何的经文 你要去查考它的时候 你要用这三个方面 第一 你要了解这几个经文的 历史文化背景 它在讲这几个经文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以色列人的历史 它的文化背景是怎么样 比如说 以色列人之间 亲兄弟之间 借钱 借钱 要不要还 你看我看到 听到可以不要还 那我就使劲去借咯 不要还嘛 要不要还 要还 刚才他说不要还 可以不要还 你注意听到的话 可以不要还 什么时候不要还 没钱的就不还了嘛 对不对 对啊 你看这个俗读圣经 这个知道律法 以色列上帝给以色列人 在旧约的时候 很多的规条 所谓律法 该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你的家里的牛 跑到邻居的那个稻田里头去 把它destroy了 要不要赔 赔多少 那个时候有蹭吗 没有蹭的吗 对 踩你多少 脚数的 踩多大面积 所以都有规条 以色列人借兄弟的钱 他实在还不了 他真的是 不是要赖账 是还不了 到七年的时候 你就要赦免他 这是背景 你要了解这个背景 你才在这个经文里头 你要了解 所以第一个 文化历史的背景 你要了解 第二 放在圣经里头的 任何的语言 跟这个教导 他的真理 他一定是跟神 在人类的拯救 所谓的神学意义上面 他是有的 不是随便讲这句话 他一定有他的 深刻的含义在里头 否则他不会放在那里 很珍贵的 神的话语 他让我们要明白的 第三 你现在读的这个经文 除了了解 他的历史文化背景 还要了解 他在救恩上面的 这个意义以外 一定是跟今天的你我 现在的你我 有实际应用 他不会是讲历史的事 跟我今天没有关系 他不是这样 所以这三个什么 你看这个问题 标浅的 下一层 再深一层 这个是读圣经的原则 好不好 闭上眼睛 把三个原则想出来 第一个是什么 文化背景 神学意义 怎么样 今天的应用 他一定是这样 他否则都不会流出 这么重要的一本书来给我们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应用一下 这个3D的理论 在我们信仰的上面 比如说 灵界存不存在 有没有鬼的 有鬼啊 怕不怕 不怕好 你没见过 你不怕 你要见了 我看你还是怕 对不对 我就碰过 99年 美国在整个教会 整个全美 组织 中国学人培训营 像他们开玩笑说 这个美国 这个华人教会的 这个黄埔军校一样 把各个教会的 愿意参与 侍奉的 这些弟兄姐妹 然后呢 有专门的训练 我们在达拉斯那边训练 有一天晚上 我跟牧师住在一个房间 我们两个人 三个人住的一个房间 然后到半夜的时候 有人敲门 叫牧师起来 赶快去祷告 干嘛呢 赶鬼 哎呦 我那个时候 刚信主没多久 然后我就说 哇有赶鬼 那我说我也起来 我不是牧师 我跟着去看 行不行 那就看 原来是什么呢 有一个台湾来的姐妹 那天晚上 突然间 在那个房间里头 大叫起来 而她的声音 是男人的声音 讲到一些话 是根本不会那个什么的 是非常的恐怖 所以呢 所有的牧师都上去祷告 就把他制止了 我是第一次经历到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第二天呢 本来是有一个选修的课 是温 温元 温 那个温教授 神学院的温教授 就是 那个 远志敏的那个导师 叫温 温什么 对 他是有一节选修课 如何赶鬼 原来没人报的 第二天呢 全部都换了去修他的课 他本来在一个小房间 结果坐满人了 不行了 就换到大厅去了 有鬼的 是不是 耶稣有没有赶鬼 赶了 赶了鬼跑到哪里 有一个例子 什么 这鬼跑到哪去 跑到猪里头去 多少条猪 两百多条猪啊 从咸崖上 怎么发疯一样 跳下去的 是不是 有鬼的 鬼你看得到吗 摸不着 灵界是存在的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哇 买一个破车 那个时候 中国人很少有车的 我就摸到那个车子 然后呢 没人教我 我就叫我的 Lumme 是一个印度人 我说你把我的车 跟我一起开到墓地去 他说到墓地干嘛 我说你开我到墓地 你呢 就走路回学校 那个墓地离我们学校很近 他就去了 然后他说 你一个人在这里开 我说对 我一个人在这里墓地开车呢 第一 不会创到人 他们躺在底下 他不会起来 你小心开车 他不会 而且那个路呢 弯弯曲曲 最好练技术 所以我就开了这个车 然后呢 拿了一箱的可口可乐 大的时候 1988年来美国 可乐 可金贵了 不像你们现在 含着一筐的可乐 然后呢 开着这个cassette 你原来车 邓丽君 我爱你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边开着 然后呢 就在那里 开累了 站在那个坟头 对着一群墓地的美国人说 你们 你们只不过比我来找美国200年 如今我是中国人 我们也来美国了 好了不起 突然间 这个太阳下山了 突然间四周都变黑了 莫名的恐怖 赶快跑回车里 都关上门 开走 那我开开 我说不行 不对呀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 科学家 我怕什么 白天的时候 你不怕 太阳下山 你怕 你怕什么 他不会出来 跟你嗨 对不对 他也没有你的微信 没有你的电话 对不对 你怕什么 莫名其妙 人的潜意识里头 有一个什么 怕鬼 怕一个灵界的东西 所以灵界 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 上帝是个什么 是个灵 所以很多人说 上帝啊 你要是真的存在 你在这个角落给我看一看 那耶稣一天到晚忙死了 啪叉双一下 啪啾 把你吓死了 他是个灵 人的肉眼看不到 摸不着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 所以人除了物质界以外 还有灵界的东西 但是人常常把 对事物的了解 用最最最最最 没有智慧的问法 让上帝出现来给你看一看 你手机接的是什么信号 手机之间的沟通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 都是博士 手机之间的信号是什么 微波嘛 对 你看到微波 你摸得着微波 抓一个微波 抓在这里通了多少的微波 看不到摸不着 不等于不存在 人体有这么多的基因 你看到基因吗 没有 但是你证实它是存在 我现在就做基因治疗 对不对 我把基因改掉了 对不对 你眼睛原来小小把基因改了 眼睛真的真大 我摸不到你的记忆 但是我知道它是存在的 所以灵界是存在的 不要用物质界最浅表的这种知识 去衡量一个至高的信仰 一个至高的智慧 你不要用那个最浅显的东西来 所以人的骄傲 常常去思考 去判断 说这样这样的事 怎么可能有呢 他把神的能力 等于是他的能力 甚至把他拉得更低 我是BHD 然后我都做不到 你神怎么能做到呢 你把神看的是什么东西了 所以灵界是存在的 智慧的人 智慧跟聪明 哪个跟深层次 为什么 什么叫聪明 耍小聪明 可以的 对不对 拿个coupon去买东西 对不对 聪明 娶太太 选择太太 是聪明 还是智慧 智慧 你先生是用智慧取了你 到底是智慧还是聪明 当然是智慧了 你在教会里头 娶了一个基督徒的太太 你这一辈子受祝福 我也承认 有些基督徒的太太 也不是太好 你再选多一点吧 对不对 很好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智慧 不单身是一个聪明 认识耶和华 圣经是怎么样 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神 所以是要看到 现在留学生谈恋爱 我们教会有一些同学谈恋爱 跑来跟师母跟我讨论一下 怎么样征求意见 因为父母在国内 我就跟他们讲最简单的一个标准 你毕业以后 你想留在美国 还是要回中国 你的父母对你的要求是怎么样 你一个这个千金小姐 独生子女 都是独生子女 一毕业就要回国去的 这个男的呢 他的父母要他 你毕业了以后 你千万不要回中国 你要好好留在美国找工作 哪里卡 我将来老的时候 我还要跑到美国来皈依你 你看两个家长 两个看法完全不一样的人 两个谈恋爱 能谈成吗 增加痛苦 一个是基督徒 一个不是基督徒 一个非要到教会 一个不能给你去教会 这就是最基本的 对不对 所以用三低原理 你谈恋爱 没关系 你的父母 你的祖父母 你自己本人 到底是怎么样的态度 你两个人 这三观都完全不一样 你谈什么呀 现在是面临很重要的挑战 是不是 这个人生里头 第八个 一元论跟二元论 是我们人生 一个精神 或者说思想的支柱 什么意思 这个世界 是由几个因素来control它 导致到 这两个最最重要的 基本的原理 一个叫一元论 一个叫二元论 什么意思呢 我先讲二元论 二元论 他说这个世界上 有正义的 也有什么 无益的 有好的 善良的 也有什么 罪恶的 你看 有两个 绝缘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上帝 代表什么 善良的 正义的 所以呢 有坏的 有邪恶的东西 是什么 谁控制他 撒旦控制他 对不对 所以有上帝 有撒旦 这个叫二元论 这个讲的最简单的 是这样吗 圣经是什么 观点 圣经是 一元论 还是二元论 什么是一元论 一元论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位真神 好的事情 坏的事情 都是 出自于上帝 哇 你这个 结论对吗 上帝会让 恶的东西 发生吗 恶的东西 没有上帝的许可 它是不会发生的 约伯纪 看到没有 约伯的命运 一日之间 千方地伏的变化 原来背景是什么 天上 上帝 跟什么 跟撒旦在对话 斗争 灵界的东西 控制着我们 不好的东西 一定就不好吗 一个人很骄傲 上帝给他一些苦头吃 让他怎么样 谦卑下来 以色列民 非常骄傲 违抗上帝 的时候 上帝会不会 要不要管教他们 要管教他们 管教他们的办法 是什么 让他们怎么样 过上好日子 让他们吃苦 最典型 巴比伦帝国 兴起巴比伦帝国 管教以色列 甚至把他们怎么样 灭掉 把他们的人怎么样 掳到巴比伦去 去多少年 七十年 读圣经的人就知道 让他们亡国 让他们吃苦 让他们成为亡国奴 因为什么 他们太骄傲了 不听神的话 拒绝上帝 所以上帝要管教他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的亲生儿女 神没有孙子辈的 都是儿女 神爱我们 要不要管教我们 你太骄傲了 神要管教你 美国是以基督教 立国的一个 它不是基督教国家 不是政教合一 它是一个 以基督教原则 立国的一个国家 大受神的祝福 这是事实 美国在堕落 我三十多年前 我八八年来 美国到现在 我看到美国的堕落 神要不要管教 现代的巴比伦帝国 是哪一个国 我不讲了 停在这儿 讲下去麻烦了 以后你们去问 王牧师才解释这个东西 不一定准确 但是我们要懂得 议员论是圣经的教导 任何的事情 都有神的旨意在里头 所以当你遇到 人生的挫折的时候 你要思考 我是不是偏离了正道 我是不是太骄傲 我是不是远离了上帝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应用 这个所谓的三低 任何的问题 不要看得太简单 而去分析它 比如说 讲基督教 一定没有办法离开耶稣的 思考这样的问题 信耶稣容易 还是信神容易 信神跟信耶稣 有没有差别 你看有点糊涂的 对不对 你不那么容易 三低 三低 开始思考 第一个 耶稣到底是什么 你要分析他 你要看他的历史 耶稣是什么人 中国人 他是犹太人 一个耶稣出生在 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庄 他呢 活的命长不长 耶稣受命到什么时候 33岁半嘛 就死了 对不对 怎么死啊 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处死了 犯人啊 你看 又没读过一天的书 没有学位 手机也没有 肯定 什么都没有 没受过教育 又不是君王 又不是有钱人 啥都不是 活的命也不长 这个最卑微的一个人 是最放死在上面 但是这个人啊 他的出生年月 却把人类怎么样 化成两半 你说世界上 历史上有这么多的伟人 为什么不拿别的 咱们孔子都可以吧 为什么就全世界 不约而同 好像逼得没办法 一定要用他的出生年月 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哪一年 公元零年 今年是多少 2023啊 你不信神可以 你一定要写日期 你说我不要 我用中华民国多少年 你拿着这个机票 上不了飞机的 你差了11年了 对不对 你要拿着正对飞机 今天是2023年 对不对 你一定要用到这个 用他出生年月 化成的这个年月 才能够在国际上 行得通 你说凭什么 世界上这么多的伟人 凭什么就是他 他出生以前的日子 叫什么 公元前 英文简写叫什么 BC before Christ 现在的日子呢 叫什么 AD AD是什么意思 after death 这个做神的儿女 要学一点知识 这个AD叫 ANDODOMIA ANDODOMIA 这是拉丁文 主的年夜 The year in the law 这个是知识 别傻傻的 老是跟人家讲 after death 笑死人了 对不对 所以 耶稣 世界上 信耶稣的 叫做什么 基督教 只信耶和华的 圣父 他不信圣子 那是什么人 犹太人 所以信耶稣 要比信 只信神 尤其是那个 放神论的东西 难多了 因为他们说 神就是神 为什么又变成一个人 神 他高高在上 为什么变成一个 这么谦卑的人 他想不清楚 为什么一个神 只为了我们的罪 待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这种 赎罪的概念 他们是没有的 所以你对 耶稣 你一讲到这个东西 三个层次 去了解他 他是 上帝的一部分 圣父 圣子 就是这样 所以信耶稣 要比只信神 要复杂多了 回教的人 信什么 叫阿拉 他的神 他说 他说 我也信神 但是你说 你信耶稣吗 这个就是 四经十了 所以不一样 我们要把握一个什么呢 日观之下 无心事 这个世界会变化很多 很多的思潮 很多新的东西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什么 日观之下 什么 第四条 日观之下 什么 没有心事 这就不对啊 我们人类科技发展很快啊 有很多新的技术起来啊 对不对 你看华为又有新的手机了 对不对 然后很多东西 日观之下 无心事 是指什么 人的本性 人类的本质 矛盾的最基本的问题 人类的罪 没有改变 难道你可以说 现在的科技发展了 有谁可以认为 道德会比以前更好了 更不好 你有新的技术 他就用新的技术 去诈骗 你有手机 现在是手机诈骗 下次再碰到这个 诈骗电话 就学我那个样子 我太忙了 我两个工作 他就不给你打了 所以日观之下 没有新事 就是表示什么东西呢 从神的角度来看人 永远都是那个本质 都是这样 都是否认上帝的是否认上帝 接受上帝的是上帝 永远都是一个命题 没有新事 就是这个东西 我时间可以到几点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最后这个 看图诗意 这个什么字 信 这个什么字 有胆子敢说 这个叫什么 这个呢 后面两个字 你当然不懂 因为是我照 我照的这两个字 都是信 这个说明什么呢 第一个信 是什么旁边啊 圆的旁边是什么 是一个人 人讲的话 你信了 这个就是最最 钱表的一种相信 你相信他说 这个supermarket on sale 什么东西 龙虾 三块九毛九 我喜欢 这个人讲的东西 对不对 哪里好 什么东西 美国不错 跟着去 人所相信的人缘 人的语言 你相信 这是最表浅的信 这是中文字里头 最表浅的 第二个字呢 怎么样 有一个树心堂 你要用心去研究 你要用你的知识 逻辑推理 你要用很多的东西 去分析它 至少你要到这一个地步 跟你讲基督信仰的时候 我说你读过圣经吗 没读过 你相信不相信 这个还要相信吗 这古老的东西 它根本就没有入心的 这种人 这个不叫信 只是很表浅的信 所以第二个要用心 你要深刻的去 你要来查经班的 你要来木道班的 要去查考的 要去了解的 第三个呢 是什么字 是什么边旁 这是神字边 表示什么 你说的这个东西呢 出自于什么 出自于神 这是我们信仰的 最高级别的相信 我造了这两个中文字 我还造了英文字 这个信叫什么 believe 这个信呢 believe 你知道那个 PHI呢 是表示什么 哲理 爱 也包括推理等等 那种philosophy 对不对 PhD philosophy 所以呢 believe 就是什么东西 你要用你的心灵 跟思想 要很好的消化 这个东西 你才能够决定 信还是不信 你至少要到这个程度 你不是说 哎呀 这些人傻到教会 你啥都没有 圣经也不读 也不来查金帮 你就不信了 你那是太肤浅了 所以第二个是 至少你要用信 最最重要的 你有了前面两个 还不行 最重要还有一个 我把它 God leave 这个我造这个字 不定合法了 对不对 不知道人家会抓我 没有 我给我美国的同事看 他说 哦 这个make a very perfect sense 他说这个很有道理 假如我们所信的东西 是出自于神 哎呦 那个就不一样 已经超越了 甚至你中间的那个东西 它已经超越了 是来自于神 这个恰恰 就是基督教 所讲的这个 所谓的信 因为我们所信的东西 是来自于神 所以在中文的 这些 一个词句 我信什么 我信他 这个他是什么东西呢 可能是一个人 是个男的 可能是个女的 也可能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这是我们人想讲的这个他 但是基督信仰里头 讲的这个他是什么 是耶稣 是上帝 所以 我们 我 很多的时候 是把这个主以 主为兵 我们是把主以 放得很重 我 能不能相信他 我有没有足够的智商 和确据 相信他 是把这个 把我摆在第一位 这个 ID 但是这个他呢 其实恰恰 杨彬那已经往上 一个最最重要的东西 决定什么 决定你所信的对象 是什么 假如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人 哪怕他是一个 伟大的作者 会不会犯错 一个伟大的物质 会不会犯错 多嘛 人都会错的 对不对 你条狗信不信 你信他 对不对 他饿得要死的时候 所以决定是什么 这个信 决定是什么 我们所相信的对象 假如他是神 那就跟物质 完全不一样 最最关键 就是我们相信的什么 对象 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头 齐伯来书里头 从这个 开始讲了 我挑出来几个关键的地方 刚才第一个 信 就是所望之事的什么 实底 是未见知事的 确计 就是说 你事实是什么 虽然我没看到 但是我已经决定相信 讲这句话 很拗口 讲来讲去 我用一句广东话 来表示他 你打死我都 不知道 有没有听得懂的 你打死我也不信 把这句话改来了 你打死我 我也信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 虽然我没看到 你把我打死了 我的生命坚信 我相信的东西都是对的 你打死我 我都散了 广东人说 你打死我都不散 把它反过来讲 我们因着信 知道世界是神造 这个神 我们认识了 我们知道这个复杂的世界 是神所造的 在这个西伯来书里头 讲到这个很关键 这里有一句 不符合人的逻辑 第六节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 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什么 赏识 寻求他的人 什么意思 我还没弄清楚基督教 你就要求 你来到教会 先信神 你必须先信神 你必须先信神 这不行 一般人来到教会 你证明给我看 有神 我跟你讲 我们这么渺小的人 怎么可以证明上帝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你可以经历神 但是呢 圣经说 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你来到教会 要寻找真神 你先要信有神 这是不符合人的逻辑的 你要证明给我 我才相信 所以这个 基督教里头的相信 跟人间很大不一样的 其中一点 你非得要信 但是我们有策略 我们传牧道帮的时候 你坐下来 你们都要信 每一个都跑掉了 对不对 我们都是要讲牧道帮 讲这个什么 什么进化论 讲很多东西 对不对 希望能够从逻辑上帮助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非有信 不得神的喜悦 所以这个是必要的地方 最后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昭的时候 就出去了 亚伯拉罕原来住在哪里 乌尔 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亚伯拉罕 很多人问 圣经为什么没有记载 神卷选一个中国人 就代替这个亚伯拉 亚伯拉罕的这个角色 我说我想来想去 上帝不会找广东人 广东人很狡猾的 不是 我们的思想非常 要是我 上帝告诉我们 在天上一个声音 亚伯拉罕亚伯拉 他说梁静生梁静生 我说你是谁 我要问一下 对不对 但是这个声音我惧怕 你找我什么事 他说我是耶和华 你要跟我离开 你本乡本土 带着全家老小 连动物都带上 往我指示你去的地方 第二个 我马上就回答 你是谁 你让我去那里干什么 那个地方 好红沫纹纹纹 好不好 生活 对不对 你保证我 你用什么东西来保证我 你说的话是对的 我要跟他 阿狗很多 圣经记载 亚伯拉罕 有没有跟阿狗 一点都不阿狗 所以他被称为什么 信心之父 他就相信这个声音 相信这个上帝 他自己说 我就是上帝 他相信 他就带着全家 多少口人口啊 七十多号人口 连这个羊啊牛啊 什么都拉着 就跟着走 到哪去 还不知道 他说去的时候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这么大的一个信心 就跟随上帝 所以难怪 给他改名了 叫亚伯拉罕 信心之父 这个就是基督教里头 所说的 相信的 第二点 不要神 跟神 argue 绝对的信靠 这个跟人的观念是不一样 对不对 你来寻找上帝 先要信他 最后 我们这些人 是因为什么 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人的一辈子 在这个世上 你能活多少天 人的一生有多少天 有些人算三百多 哇 只有三万多天了 你活一百岁 才三万多天了 没多少 你现在过掉多少了 想想有点恐怖 我们同学聚会老是 这个又过世 那个又过世了 现在又加上抓院长 我们同学一下子 四个被抓起来了 中纪委抓了 判刑啊 公职 退休一个跟我同班的 退休四年了 还被抓起来 公职 党职 全部都开除 没公职了 很惨啊 他几年前来过这里 他说美国亲近哦 好啊 我说那你也来啊 我来不了 我说同学的子女很多来啦 然后他们就跟着来 我那个女儿不行耶 我娶了个太太不爱读书 所以生了个女儿也不读书的 她不会考SAT 所以 anyway 我们的希望是什么 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这是一个极大的相信的跳跃 虽然我们还没有到那里去 但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 打死我也相信 真的存在一个什么 更美的家乡 那就是我们离开这个肉体的世界的时候 我们要去的地方 耶稣在那边已经为我们准备了 这样就是最关键的 就是基督教的相信 让我们去做祷告 我们在天上八佛我们感谢你 你在万人当中卷选我们 主 你不单只是犹太人的神 你也不单只是英国人 美国人的神 你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神 你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神 除了你以外 没有别神 你是唯一的 唯一的 可以靠着得救的 这个世上 没有释下别的名号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主啊 求主你带领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圣灵对我们心里说话 让我们对信心有更多的了解 也让我们从圣经里头看到古时候 这些属灵的信心的伟人 他们的榜样 求主你祝福我们在 Amers这个教会 让这些弟兄姐妹 带着一个极大的一个这样的信心 在奔走天路 在寻找我们人生的美好的天家 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传扰福音 让我们特别是更多的同胞 借着教会 借着弟兄姐妹 借着圣灵的感动 让福音传得更广 祝福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 Amen